妈的出门拍片还被老婆骂 山上果园又被借壳虫入侵 点阅绿右上不去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好像都是我的错一样 我他妈不是很努力了吗 这台车在搞什么啊 要快不快要慢不慢的抄一下好了 操为什么他出弯那么快 看来遇到高手咯 操他的车侧轻怎么那么小 哼还不是被我抄过去 韩国车又怎样没技术 只是个渣啦 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迪哥 今天我们特地跟我们好朋友张介了这台 最新的建台的Tuzan L 最新的油电车款 它是结合了最新科技 油电车加1.6涡轮 这个是我们如果在投胎车车系的话 好像要上到黄冠的皇家版 它才有这个油电车加涡轮这个科技 然后如果来到Lensers的话 好像要到RX500H 要到400多万 然后皇家版的皇冠 好像也是200多万 那今天想问一下 这台车的目前的销售价格是多少 油电它有分三个等级 到AVC款 或者是C款 最顶级的 最顶级的 对对对对 128.9万 128.9万 哇128.9万 就同时拥有 涡轮加油电车的这个科技 好 那我们等一下 我们要一一来介绍一下这台车 它到底有什么有缺点 先来问一下我们这个车主 它当初为什么会选购这台车呢 因为可能觉得它外形蛮吸引我的 外形 外形的科技化 对啊 蛮吸引我的 然后CP值来讲的话 如果说同样配备的CP值 它算是非常的高的 我刚刚看一下 好像该有的都有对不对 现在以目前新车来讲 所有的配备环境啊 加电子辅助设备 现传全部都给了 对 我觉得它 然后旅圈 旅圈好像也来到19吨 对对19吨 它跟同期的对手 RAV4有电款 相比来讲 它的税金啊 可以足足 省下约1万多块嘛 对不对 差不多是两个机具 两个机具 对 省下一年喔 省下1万多块 重点来了 它的重效马力 来到大概多少 230匹 230匹马力 来得更高 听说它的加速性能 也都比RAV4来得更好 它的全新的 车头造型 加上它LED 远近 自动调节啦 对对 远近自动调节 然后再加上LED的 头尾灯 全部都是了 然后日行灯 也全部都LED化 对对 对然后 再来是它的那个 19吨旅圈 搭配马吉思轮胎 一样是国产的轮胎 所以 它这个整体来讲 它的配备 真的是给的很足够 好 那我们等一下就来实测 它的上国道的那个 所有的安全配备 现在我们目前还没有开过 然后来测试一下 它的Level 2的 自动更测 跟自动 然后杀平 这个 等一下来测试一下 好 等一下我们就上国道来测试一下 我们就来 实际的高速公路实测 然后 问一下哦 你之前开的车辆的款式是什么车 是30的Lenser 30的Lenser 哇 那也是当初很有名的 觉得大家年轻人 会想要买的一台车 对那时候是你 那个也是我的梦想之一 从6月发表这一台车 之后 它的那个 销量一直都很好 听说那个单都是全满的 然后很多人在排队 你在之前开那台Lenser 再换到这一台 土上的 有电板 最大的感觉 差异的感受在哪里 就是 车子的科技 对都不一样 对那个落差太大了 超有感受 对真的真的 这个 它连那个打方向灯啊 它都直接在仪表板 就帮你秀住 左边 右边的那个 后方资讯画面的 你 基本上你连那个后照镜都不用看了 然后再来是呢 它的这个 所有的 排档啊 还有那个 Auto后 全部都给你 然后现穿 也都不用 不像我们一般车辆 都还有那个排档头 然后荧幕 像这个车机 荧幕哇也都很大 油电板的顶柜 好像是搭载那个 音响是BOSE 是BOSE吗 BOSE 音响 还有重低音 几只喇叭 八只 八只喇叭 总透到八只喇叭 因为还有一个中置喇叭 还有一个中置喇叭 对 车后还有一个重低音 所以等于是几乎 配备全满哦 这个配备 基本上是全满的 然后我们现在 在 它这19吨 搭配马吉斯 这一台轮胎 在高速公路 现在目前 指数来到100 基本上它的 整台车的 那个噪音来讲 可以抑制的非常好 它的轮胎 胎照加 那个车内 进行 其实它有做油化哦 它有 应该有哦 对对对 这个真的是 不输进口车 可是它转国产车嘛 对对 转国产车 我们现在跟车 以这个 目前 现在来讲 这个跟车的感受是好的 目前 但是它不会有极加速跟极减速的状况发生 可能要 阿宝我们测试一下 我把车看到接近前车一点点 好好好好 这加速很有力 这加速很有力 这涡轮车就不一样 好我们现在贴近这个车辆来测试一下 这种梗车 所以你这个也是 踩刹车就解除了嘛 对踩刹车 踩刹车 好我们来跟看看 其实蛮顺畅的呢 你有被大雨或者是 我晚上测试过吗 前天我前天回来就是突然下大雨了 对啊 那测试都OK 那时候它都还正常 都没问题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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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个 现在的科技真的是很进步了 现在前车插路吧 对对对对 其实算顺畅了 前车 前车插路它也没有说 什么瓦会紧急刹车之类的 所以你当初去买这台车的时候 你还有比价过其他车款吗 我之前有考虑过 还有KIA的Sported 哦 那一台也是很热门 对因为它等车 现在差不多接近一年 等了要等一年 等现在都差不多 等于今年定了明年才来咧 差不多 现在很多交车的 听说加很多交车的车 也都是定了一年左右才开始 现在才拿到车 哇 那这台当初它业务跟你说等多久 大概 半年左右 半年 对 所以你五月底定 现在是八月底 八月底三个月 那算还好 还可以了 还OK啦合理啦 整体的驾驭感受是好的 而且底盘 底盘偏硬 对不对 底盘喔 它底盘偏硬 对我觉得那个回馈感受 我觉得我真的还蛮喜欢的 有欧洲车的感觉 不 不 要推上去了吗 先开到90就好 然后你还定速你给它设110 我们拉上去看它的加速是 会给你几台 就说 顺顺的上去 这样 像我那一台就是 它会给你一个全油门 就几架出这样子 哦 顺顺的咧 它顺顺的上去 它目前是 对 对 它没有给你全油门 它就顺顺的这样子 所以这台 急速到 呃 多少还可以用纯电 我现在不知道 我现在到 刚刚到110 110还可以用纯电 它刚好新驰用纯电 可是电池电量 有到的时候 它就会尽量用 哇 跳到纯电去新驰 我刚好一段路都是 它会 它纯电的时候 它那个 衣服会亮起啊 可是你的燃油效率平均 没有很好耶 所以有可能新车还在磨合啦 对不对 有可能 官方数据好像是说 这台车 平均油耗可以到21 对不对 哇 所以你基本上 你100以内 时速100以内 要用纯电其实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 电池 应该是电池电量够的时候 它就会自己转化 所以它可以切EV模式 不行不行 它没有EV模式 它都是电脑控制 它都是电脑 电脑帮你控制 哇 它现在就全EV了 时速110 还可以全EV 所以它等于电充到八成满 差不多 对 充到八成满 它就可以纯EV行驶 像这个新世代 现代的新世代油电车 是采用锂电池 对不对 对 锂电池 可能不会一次这么痛 然后再来是八年 八年不限里程 八年你开到一百万 开到两百万 不限里程的保固 对不对 电池坏掉也保固 对 这个真的是佛形来 后期的通用塔都是八年 十六万 所以它有哪一个线道 跟哪一个为主 对 那你这个是八年不限里程 等于说你这八年来 你不用去担心大电池的问题 对 这个真的是 但是跟我们那个年代差太多了 难怪会排单排到这样子 对 这个 以这个宁静度舒适数来讲 真的有候装车等级 老实讲 如果 有对这台车有兴趣的 可以去展间試开看看 这个不不烂 这方向盘真的好轻 很像那个在开 有日汽车的感觉 哇 这车道辅助量 蛮置中的 我是觉得蛮置中的 我是觉得还可以 目前跟车系统来讲 真的是科技有在进步 它的加速减速都是很Smooth 然后再来是它的至中 方向盘至中 其实它给你的感受也是 就是不偏不倚 就是在中间 然后以这个行驶车辆的造力来讲 有欧洲 或者说有欧洲车等级 前面的坐姿刚刚是我开车 回来到休息山的坐姿 大概我身高170 然后调到这边 后座空间很大 真的很大 至少三个拳头 至少三个拳头 这个距离 然后这边 比较特别的是 它的大电池的进气孔 它的冷却进气孔 刚好落在这个 它后座的出风孔这边 可以有效的做到 那个大电池 整体的降纹 对 这个设计是很棒的 然后另外要刚刚讲的 还有一个没讲到 是它的主驾驶座 多了一个腰靠 多了一个腰靠 静止下来 那个腰靠真的对 像我们这种年纪比较大的 对那个腰的保护性 是相对的好的 它有装这个头枕 所以我下压不下去 所以平整化的 整体来说不错 六四分里 然后我们这边 它后座的空间 它这个车主有加装一个 网状的固定货物的 然后另外啊 它这个后面有一个 有一个遮阳的部分 软式的 这下面的东西 就不会被看到了 然后因为它是客户两用的 所以它这边 一定会多这个横杆 这跟CRVZ一样的 都会多那一个杆子 那有的人 有的人为了美观 就会把它拆掉了 下面还有一个置物空间 哦 很大呢 这下面置物空间就很大了 哦 重力已经坐在那里 然后它这个啊 它这个的倾斜度 后座倾斜度 可以做不同的段数调整 像这个如果你要放置 那个安全座椅的话 你就不用那么倾斜 会比较安全 然后再来是 第二段 第三段 最斜 最斜 这个一般乘客在后座 乘坐度 舒适度就很高了 会比那个 上次我们拍的那个什么 东风汽车那个 还要来得更好 那个完全不能调 然后这个安全带啊 它有一个 也是很棒的设计 它直接可以让你扣在这里 好 你就可以防止 防止这边 好 这边乱 压到啊 然后压坏 沙发椅 或者是跑出来 关门的时候去卡住 它有一个让你可以固定的位置 哇 真的很棒 哇 这手机也是这样 无线充电 放着 放着 一辆 哇 一辆就有了 也支持 这支援12V 180W 等于是速充的嘛 对不对 快充的 有线的 有线的 哦 这应该之后 就有人开那个模组 做无线的了 应该很快就有了 画质很好 嗯 哦 它这360 当你在倒车的时候 它就会出现 好 那我们来测试一下 它在三道形式开SPORT 哦 方向盘就变重了 有明显变重 转弯的操控性能 不错 没什么侧倾 虽然没有到很贴背啦 可是其实 以休旅车的这个加速度来讲 真的算不错 我们今天来的地方就是 平常我儿子念书的地方 很向下的一间森林教学 这条溪 是中鸟的一条溪 然后它就是可以溯齐 溯齐到上游去 然后这边下面有一个清水公园 这可以拷漏你 很棒啊 这个是 他们学校每年的一个活动 就是会带全校的师生 连家长都要来哦 硕齐跟爬速 然后还会 教你怎么去观测 这个溪流 会不会暴涨 还会有当地人来带领你 然后教你怎么判别 然后教你怎么安全的爬速跟上下 生经教学特有的啦 不敢说有轿车的感觉 可是老实说 它的底盘的调校真的算是不错 这个山路的路况来讲 它没有算很糟 可是 整体来讲 它底盘给你的路感 是感受得到的 这个是 打破我对韩国车舊友的印象 以前同学爸爸也是开韩国车 我只记得一件事情 就是 它不是在修车 不然就是要去修车的登上 这样 以前真的是这样 好几十年前 我们开完这个山路 真的很推 这个 有机会 朋友一定要去 展示箭 开 真的是成为了 换老婆片都有 好我们现在要来测试一下 这台 土桑 然后 挂 博轮的 HIVY 有电系统 它在 刚刚我们 已经代数到四个电池 它总共有八格 对不对 有八格 它代数到一半 它就启动引擎做运转 做强制充电 那我们要来测试一下这个充电的部分 如果像我们一般有时候去学校 去接小孩 可能会在学校外面代数一下 代数一下 基本上油电车如果它电池是有电的话 它是可以不启动引擎 直接 有点像电动车这样 在里面做代数 引擎一停我们就计时它的代数 单纯吹冷器可以用多久 我们就以这个 这一个等一下开始算 它引擎一停我们就计时 对 我们就计时 然后等到 它下一次引擎启动 大概是多久 看它的逻辑是不是跟 现行款的日期车的 油电车是一样的 诶 停了 好 开始 它就大概一辆了 就是大概一辆 你还不然 好吧 不要紧 不然AEO的 划出更近一点点 好 不知道 你 你 这样 要路滚 这样 它有什么 它有右路 你还不然 你还不然 这样会有什么基本上 没人能不能 没人能 三十分 停 不到两分钟 它不到两分钟 可是它充电也不到两分钟 它就大概两分钟做一个循环 我们在测的这个部分 就是说我开台 比较旧款的油电车 在做更换这个新款的油电车的时候 会不会有那个感受 对 不管是车内的科技 还是 你看像我这个什么Auto Play 什么Apple Cup Play 什么Play 都没有啦 对 就是大概就比较良索 而且也没有所谓的 像这个刹车还是用脚踩 用脚踩 然后也没有所谓的 那个现传的电子控制 对 插在这里 然后基本上这个导航更不用讲了 也没有导航 就是听收音器跟蓝牙播放这样的 对 对 它就会变了 它声音也会变 然后我们就开始 它会有一个转换 你那台比较安心停不到 我那台会有一个转换器的收音 然后 你就知道它要停 因为它就转过去 把引擎的那个动力要限制 切掉 对 那我们现在来测测这台 纯电 纯电它这样冷气可以吹多久 好 我们一样切20度风速差不多 我现在是 上车 好 对 对 对 因为主要平等 它其實日系車跟韓國車設計的邏輯應該是不太一樣 可是這各有好壞啦 其實各有好壞 快5分鐘 差不多 4分38秒 4分38秒 就是代速吹冷氣 好那我們就來做一個總結 最後很感謝我們今天很帥氣的藍頭孫耀偉商借我們這台車 謝謝 來讓我們做測試 然後今天在開完國道跟山道的時候很有感 真的是5年前我自己買了一台油電車 再到5年後再來體驗新世代的油電非常有感 然後怎麼講呢 就是說它這個旅圈也升級到19吋 然後標準配牌是馬吉斯輪這個輪胎 缺點 優點 好看很帥 缺點就是你之後換輪胎應該是很貴 痛 應該很貴 然後你小電池又復活之後 對 就可以直接發動 可以避免掉那種貂槍 對 這個也是最新款的油電車 它的一個新的科技 我在開完這個山道之後 我發現道路的行駛上它的那個避震的阻尼 跟路感的回饋真的很好 然後Sport模式老實講 開下去雖然渦輪有池字一下下 渦輪會池字一下下 可是其實它出去的給你那個動力真的是很滿 而且它的渦輪池字也比純油車的渦輪池字 它的反應速度比較快一點 因為可能有電動馬達的輔助 然後最後呢 就是它的整體在高速公路上行事 老實講它那個安全輔助系統很有感 滑行度跟它的控制的那個加速跟煞車的那個力道 不會讓你感覺到很足霧 真的顛覆我對現代車的不同的感受 好推薦給各位 這台車在你使用不到一個禮拜 評分10分幾分 我個人可以給它9分 9分 我也是很高的 我們下次有任何問題 甚至有任何缺點 會再找它做一個拍攝 來看一下這台車到底有沒有缺點還是說零缺點 分享給大家 對對對 喜歡我們觀眾朋友記得幫我們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喔 訂閱訂閱 下次見 掰掰 idad 他 這是很清 subjective很多正常的 菸